哈囉哈囉 我是慕妮 今天又是我們天天玩樂園的更新啦 有沒有看到遠方這個骷髏頭船長 居然推著一個購物車 沒錯 今天是萬聖節的更新 在我們天天玩樂園的地圖裡面 新增非常多這種萬聖節風格的道具喔 各種裝飾 那今天就讓慕妮來分享一下這個更新的內容 讓大家知道吧 首先就是我們登錄信箱 裡面呢有送三個東西 兩個是維護補償 一個是登錄獎勵 維護補償呢是寶石寶箱還有鐵字柵欄 大家記得要領一下喔 那我們領完這些東西之後呢 這一次萬方有新增一個非常特別的東西 就是要抓小幽靈 那小幽靈的話你要怎麼抓呢 你一進來的話其實 你往這邊走 廣場的左邊這樣 走過來 登登登登登 走過來這邊 有沒有看到有個超大的南瓜人 走過來之後這邊有一個叫做死神的 但是你第一次進來啊這個死神 它是不會有這個問號的 我建議大家可以先去前面的服飾店 或者是LIFE RAND商城 進去再出來 或者是你重新登錄遊戲 就可以看到這個死神的問號囉 因為很多人他剛更新的時候走過來 欸為什麼我這邊沒有任務可以接 那因為我們的場景要重新切換 才會出現這個問號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也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那你們第一次點這個死神的時候 他就會問你說 謝謝你來找我啦 然後你有沒有幫他做任務 其實就有點像之前抓楓葉的感覺 那我們現在就繼續暗示 然後他就會叫你說幫他抓這個幽靈 沒錯這個幽靈呢 跟我們上一次的抓楓葉 其實非常的類似 不過呢這個幽靈啊 他只有在晚上會出現 我確定他應該是白天是沒有啦 因為我目前已經經歷了大概三個晚上吧 都是只有晚上才有幽靈 那我們接了這個任務之後呢 因為剛剛木妮有抓到幽靈 所以我就直接把這個幽靈交給他了 那等一下呢我們就稍微看一下 有沒有辦法抓到幽靈吧 好這邊你把這個任務交給他之後 他就會給你13個幽靈 好那這次我們這個幽靈幣要幹嘛呢 就是要用來抽東西 就跟楓葉劑一樣 好你看這樣可以進行幽靈抽獎 那木妮現在已經終於到三十四了 那我現在隨便抽一個給大家看 好他這次是一個幽靈的寶箱嘛 那我們就點進去 就直接點開來 這個看起來應該是抽到一個地塔 那這一次機率的話 一樣在左下角這邊有 好機率資訊 好這一次我們最大獎一樣是車子 叫做棺材車 最高的是8.5% 最低的是1% 好跟上一次一樣 最難的都是車子 好這一次呢也是非常考驗大家的這個抽獎的運氣喔 好那 這裡就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這次看起來抽出來的車子應該是這個 就是這個洽急所開的這個車子 這車子看起來應該是單人的 而且我覺得速度應該是還好 應該是跟熊大車那種速度應該差不多啦 好那你剛剛把死神做完之後 你可以點這個洽急還可以再做一次任務 好他還叫你幫他收集 靈魂碎片 他說10個靈魂碎片 那這個東西的話就是去撿東西 在地板有沒有看到這個亮亮的 有個彩虹愛心的感覺 那我們就在地板去收集10個給他就可以了 好那現在慕尼剛好遇到一個幽靈啊在前面 你看這次幽靈其實遠遠看看不太出來 他的亮亮沒有像楓葉這麼亮的感覺 不過還是可以做得出來 有那種會有閃閃的感覺 但沒有那麼楓葉那麼亮喔 那我們現在就趕去抓他吧 那這個幽靈的話你不用擔心說一直靠近他他會跑掉 不會不會他不會跑掉 但是呢他跟楓葉不一樣 楓葉基本上他不會特別的閃躲你 這個幽靈的話他是會閃躲你的 所以你要稍微多試幾次 你看他會這樣往上飄 超級機車的 所以這邊呢我們要稍微瞄準一下才有機會抓到他 好你看 嗚嗚嗚嗚 你看他亂跑亂跑 哇幽靈不要跑不要跑 哈哈 他真的給我跑 好終於抓到他了 好那抓到這個小幽靈呢 就可以按開啟 跟我們楓葉的感覺一樣 不過呢這個幽靈幣啊一次都是10以上 木尼有開到12啦 但如果你有開到更多或更少的話 你可以在這部影片留言分享 告訴其他人喔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把他的任務去做完吧 你看這邊又出現一次小幽靈 啊再抓一個好了啦 哈哈 有就抓 因為我覺得這一次的小幽靈其實 沒有很好遇耶 你看看看看他一隻 他很皮耶 欸 我抓到他了 小幽靈第二個 那這一次就抓到11個幽靈幣 那我是覺得這個任務 不好抓 但是他一次給的蠻多 然後大家可以到時候去 換算一下 覺得 欸這個任務跟楓葉的任務 你們覺得哪一個比較難呢 都可以在留言分享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把剛剛的東西抓完吧 呃抓到10個這個愛心 就直接交給這個洽皮 喔 那這邊可以按 3倍獎勵 看完廣告可以拿到12丟靈幣 那這邊任務還可以繼續做啊 那我們就繼續做吧 他這個叫我們幫他找螺絲啊 一樣呢他是要在 網場的附近 那我覺得這個任務的話 可能就有點像是之前的公式寶任務 所以大家還是要稍微耐心的找一下喔 OK那我現在找到了在我們之前賣雨傘的這邊 他居然藏在這邊 不知道這個位置是不是固定的 大家可以再分享一下 那我現在找到就趕快 拿回去還給這個洽皮吧 我們剛才終於幫他找到了 繞了一大圈沒想到居然在 賣雨傘的那邊 那這邊 看廣告3倍獎勵下去是24幽靈幣 那這樣任務基本上就做完了 明天的話應該是還可以繼續做啦 那如果你們有什麼其他任務的話也可以分享喔 那現在呢我們就來看 下一個更新的內容 就是這一次官方新增的 新的寵物叫做氣球蛋 它氣球蛋的話就在廣場下來 右邊這裡有一個叫做氣球蛋 就是它真的叫氣球蛋那你就點它 這裡呢它總共有10款 就是那種我們常常會看到別人表演 把氣球折成動物的那種 這裡呢就有10種氣球蛋 那最稀有的話就是這個金色跟銀色的 它們的機率是1.5% 其他的話都是12.125% 一顆蛋就是28鑽 那這裡呢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寵物它是可以長大的喔 它長大之後會飄起來 我們可以透過圖鑑這裡 點寵物 這邊往下看 這裡呢可以看到這個寵物啊 像這邊是一個金色狗狗嘛 它如果長大的話你看有沒有它整個變大隻 那木尼有特別找到好友已經把寵物升級完畢了 那我們就給大家稍微看看 有沒有你們看那個寵物它居然會飄起來 是長大版本的藍色狗狗 那這裡提供給大家參考 大家可以去服務一下喔 好接著就是我們這隻魚圖鑑裡面 又有新增13種新魚種了 大家又可以去釣了喔 在所有地方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特別魚 這喜歡釣魚的又有福氣了 趕快去釣起來吧 好接著就讓木尼到個人頁面 來跟大家介紹這次最新的功能吧 有沒有看到右上角新增了一個粉絲團 我們點進去 這裡呢我們可以看到我的明星還有我的粉絲 喔這裡是什麼意思 我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像我的粉絲呢就是 它有點進我的個人頁面 並且把這個人呢設為明星 喔這邊還聽不懂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就隨便點一個我的粉絲裡面吧 這裡有個叫可愛張兮兮的 我們點進去 那這裡呢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星星 它是一個灰色的 它這裡說把心意的朋友設定為我的明星 喔點下去 這樣呢它就變成我的明星 然後我就變成它的粉絲喔 我不知道你們大家聽不聽得懂 喔你可以看到它這裡數量這邊就多了一個1 那這裡的話是不用經過它的同意 我就可以成為它的粉絲 簡單來講我只要按下這個星星 我就變成它的粉絲啦 應該是這個意思 大家應該了解了吧 那我們也可以再按一次就可以取消 喔你看我們這樣 按下去就把它設定為我的明星 喔再按一次的話就是取消 大概是這個意思 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加入 慕尼的這個粉絲團 喔記得到慕尼的個人頁面 喔你就點慕尼 然後這裡的話就會有一個星星 按下去之後就可以進入粉絲團啦 你看有沒有這邊有我的粉絲 現在就有四十幾位囉 大家可以加入我們挑戰看看 可不可以破百粉絲好不好 好那這邊就分享給大家 記得要加入喔 緊接著就是我們這一次啊 在前幾次不是有新增一個橫數模式嗎 之前不是在左下角 這一次官方把它拿掉了 而且它也沒有特別設定在其他地方給我們使用 所以這個功能基本上應該是移除了 還是你們有其他人找到在其他地方可以使用 也可以告訴慕尼 慕尼是真的沒有找到 看起來應該是被移除了 那我個人是蠻覺得蠻喜歡 因為有時候手機要使用的時候 這樣一隻手就可以玩也不錯 不過拿掉的話也沒辦法 不知道是官方什麼考量 那這邊告訴大家 接著呢就是我們右上角 有一個新的VVIP 這一次呢叫做萬聖節前業績 有沒有看到這一次的這個祭 祭卡就是萬聖節的 過來你看 幽靈馬車它不是把它放在第一個喔 那之後慕尼有機會的話再開箱給大家看 這就是我們最新的這個 萬聖節前業績 給大家看190的祭卡 再來呢我們就看我們的家具店更新吧 家具店有沒有這裡新增了三款 新的萬聖節家具 剛剛這個柵欄啦就在我們更新的時候 官方其實就有先送我們兩個了 那這邊另外一個是另外一個是蹦蹦床啦 然後這個是柵欄門 那這個蹦蹦床木尼有發現在一個地方可以玩喔 給大家看一下在這邊 在我們鬼屋這邊 鬼屋這邊有蹦蹦床大家可以試玩 如果你們想買的話其實 這邊可以先偷偷玩一下 免費的大家可以玩一下 這邊有個蹦蹦床 那你們如果有發現在其他地方也有的話 可以跟牧妮講一下有沒有 這邊有個蹦蹦床 不可愛嗎 在這邊 好那再來呢 大家會問說 牧妮那這是服裝商城有更新嗎 答案是沒有 但是呢他有把一些萬聖節氣息的 把它設為人氣喔 那看起來是要金磚才能購買 其他東西的話都是一些跟萬聖節比較有關的 大家有喜歡的話可以再買一下 那接著就是我們的商店 這一次商店裡面有新增兩款全新的禮包 一個叫做萬聖節家具禮包 好270元 裡面有蠻多家具的 像這個蹦蹦床剛剛可以直接購買 柵欄啊柵欄門 都是剛剛可以直接購買的 不過其他這種幽靈機器這些就沒有 非常多幽靈風格 這個幽靈馬桶也太可愛了吧 還有個牙齒就一顆是怎樣 那這邊大家有喜歡可以買一下 另外呢就是我們雙人用腳 腳踏車禮包 這個是我看過車子系列裡面 好像非常便宜的一款喔 只要70元台幣 那這一種顏色就是橘黃雙人用 那就是前面可以載一個人 雙人用的腳踏車嘛 裡面還有附15鑽 大家有喜歡可以來購買 那其他像是風格抽獎的話 就沒有特別更新囉 好緊接著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正理更新 兩款金磚一樣做保留 接著復刻一個南瓜雨傘 再來就是恰吉的服裝喔 髮型啊 傷疤 吊帶褲 鞋子 錘子 都是金磚才能做購買的 接著呢就是雀斑 還有綠皮膚 一個花盆 還有一個箱子 這一次 但是無可玩家能夠購買東西比較少喔 大概就是右下角的這四樣 其他的話就是金磚系列 好那這邊分享給大家 好的那這個就是我們這一次喔 全新的恰吉的裝扮喔 頭髮 髒 還有吊帶褲鞋子 以及呢一個錘子 玩具錘子 它可以使用50次 那這一次更新 在我們這個原本的簡介底下啊 有多了一個獲得處喔 像這個東西呢 就是送禮 可以拿到的 玩具錘子 像我們剛剛前面啊 不是有介紹 我們的氣球狗狗嗎 那氣球狗狗的話 這一次也是有一個 算是我覺得還蠻棒的東西喔 就是底下會有獲得處 旁邊還可以告訴你說 飄飄妹在哪裡 可以直接過去 那有些像是這種寵物啊 它會說 喔這期間限定商品 我覺得多了蠻多東西 可以給大家了解的 對於一些新手的話 我覺得算是蠻友善的 而且像這種合成過的寵物 它會告訴你說 喔這是寵物合成 那大家多了這個資訊 可以再好好參考 好那我們就趕快看看 這個的新的恰吉裝吧 這個錘子敲下去 聲音是跟我們的 鬼怪棒是一模一樣的 給大家參考一下 這個錘子 好啦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這一次 天天玩樂園的版本更新 是跟萬聖節有關的喔 那如果大家覺得這部影片 還不錯的話 給我點下一個喜歡 我是慕妮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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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